花蓮區議會30號中午在加安鄉永豐餐廳舉辦112年 漁民節大會計模範漁民表揚活動 而縣長徐真偉 花蓮市長魏家彥 加安鄉長尤淑貞 花蓮縣議會副議長徐雪玉 縣議員林品楊等貴賓也都到場為31位的模範漁民祝賀 花蓮區議會理事長及總幹事林俊吉在大會中致辭時表示 向日廣場的第二期工程正在積極施工中 渴望在暑假期間以友善賞金2.0的新風貌呈現在觀光客眼前 主要的話31位模範漁民 再來的話就是感謝我們花蓮全體的漁民節 那也在這裡祝福他們漁民節快樂 雖然說我們在打拼到分頭 今天希望未來的漁業會越來越好 有建設的話 畢竟的話 希望的話就能夠帶動一些觀光啊 遊客然後能夠進來 以未來的話 以未來的話就朝這個觀光休閒 這個區域的話有沒有 我是覺得會蠻好的 現場徐政衛辦發賀扁 並指出 鄉日廣場二期工程正在施工當中 未來只要花蓮區漁會再設施 需要改善的部分 將會全力協助 提供漁民有更好的作業環境 所以今年無論是小湖的漁港 新設小湖 或者新設小湖船澳 或者是我們實踢瓶的部分 我們也會將實踢瓶還有實踢瓶的賞金的這個等待區 以及我們的那一座小橋 大概我們會用1000加700的部分 把整個實踢瓶漁港的部分把它做好 那當然之前我們爭取到的這個300多萬的 我們的這個鋪墊的部分喔 現在可能還要等一等 因為議會還沒有通過 但是我們已經發包 已經完成了 整個程序都完成了 要等這一次7月中旬 議會如果審完通過 我們才能夠執行 所以這個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五月初動工新建的漁港 佳子廣場二期工程也預計在年底完工 將漁港的休閒美食大幅提升 徐縣長也指出豐濱新設與實踢港 兩個漁港的會刊 以指示農業處協助改善 漁船進出設施與安全防護設備 讓漁民在作業時能夠更安全更有保障 記者臨結錦安鄉採訪報導